无论是结合于村小旅行 以产地到餐桌 做在地予产行销 亦或是为屏东石斑 找寻外销机会等 近期疫情出缓后 县府积极投入内外销 多元通路的开发 希望让地产地销更加多元 这几年尤其在潘县长上任之后 事实上我们也是投入很多 包含引导他们到 世界各地的这个市场 下去做行销 那当然今年 比较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外销的部分比较受阻 这我们都努力来克服 那接下来就是说 包含这个国内市场的行销 我们地产地销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更多元 平县府农业处长郑永豫强调 屏东市水产养殖大宗 养殖鱼业面积高达近2000公顷 是台湾养殖业重要基地 包含从种苗到成鱼养殖 都占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不是我们 屏东的水产养殖重要 事实上我们屏东县 在整个我们台湾县的 这个水产养殖业 也是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因为它最主要的一些 种苗的这个研发 培育 还有这个成鱼的这个 这个养殖 事实上都占全国重要的 一个地位 那产值应该也是全台湾比较高的 算是前三名以内的 甚至是第一名 目前后疫情期间 县府也积极推广国内优质国产鱼 除了举办相关行销活动 结合农在社区办理相关餐桌体验 食欲教育等 更没合美国新通路 每个月外销 包含这个外销美国的部分 今年也跨出一大步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出了 应该是第三个柜子要出去了 从9月10月11月 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柜子 到这个美国的市场去 我们希望说这个效应 可以再越来越扩大 先前疫情期间 多移城地质送方式 将幼职与城送至民众加州 培养生殖国人使用国产鱼的好机会 如今结合百大养殖青农品牌 做各种行销展售及推广 更拓展国外通路 期盼不只是让国人爱吃鱼 也期盼台湾优质鱼产 扬命国际 评论新闻不听张正豪采访报导